是一种迷恋 成长也是一种迷恋 二斤 我们能去迷恋 一个人的时候 要进入多数次的迷恋 迷恋中的超级单 2002年韩国语 19岁的林丹 第一次亮相世界大赛 当时 他在世界单打的排名是60位 而他的对手 是韩国语团新秀孙生文 他们都没有参加过世界大赛 林丹在赛场上表现出一股霸气 最终第三名一颗冬奥军 夺取了自己的国际云团的第一个大赛冠军 从2003年丹麦公开赛 林丹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彼得盖 到2004年的全英公开赛 短短的一年时间里 林丹 夺得五个冠军 一个亚军 世界排名一路飙升 中国的球迷记住了这个 用行军力的招牌动作 向人们致谢的林丹 媒体给他取了称号 叫超级丹 就在超级丹在赛场上 收获胜利喜悦的同时 他在不见近江训练期间 也收获到一份新的喜悦 他终于有勇气 向自己同在国家队 比自己大两岁的师姐 表达自己的爱意 觉得崔金方仲长的这种的感觉 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类型 所以影响就很深 在近江的快结束的那几天 对 我说就是想请她吃饭 因为当时我感觉 她也是比较冷的一个女孩子 不太好 像不太好接触 所以我专门还发展心怀问了 就是能不能一起吃饭 我还专门加了一个就是两个人 还不是说要很多人 所以还算比较幸运吗 一开始没有被拒绝的感觉 喜欢她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也不可能说 每个去顾及那么多 主要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开心就可以了 就这样一顿饭吃完之后 两人的身份逐渐公开 羽毛球队里训练之余 总能看到一对令人羡慕的内战 因为我们每天也待在一起 所以训练上的东西 我们下来以后可能聊的也比较少 主要是比赛过后才会聊一下 因为训练每天都是激战术的那些训练 所以在心态上那些就不会说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现在到了这个水平 我觉得还是心态上的变化比较多 你不可能说你激战术突然说好到哪里 或者差到哪里 所以平时我们主要是开玩笑 或者是放松听音乐看电影 林丹和谢信芳彼此清长彼此相纳 教练并没有过多的训练 因为毕竟他们是一位 在男丹和女丹都非常优秀的病毒 2004年雅典奥运会 林丹的世界排名已经跃升世界第一 毫无疑问地顺利入选了2004年 雅典中国男丹参赛阵头 是中国与要求的夺金热点 2004年之前的一年 我的比赛的整体状态都不错 而且在很多的比赛中也拿了很多冠军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可能信心很足 但是一到了奥运会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会感觉到气氛不一样 会感觉到压力 林丹带着世界排名第一 和夺标热门的光环 出现在雅典奥运会的赛场上 她是大众关注的焦点 她自己也充满了信心 但是在她心里还是有一个缺憾 一直陪伴的女友谢信芳 却落选奥运名单 奥运会之前有一个报名嘛 就报名以后 然后就知道自己去不了 但是其实还没报名之前 我觉得我的机会还是比较渺小的 因为我的那时候的排名好像是第八 雅典奥运会之前 龚瑞娜 周密 张宁三人 经济状态非常稳定 当时23岁的谢信芳 虽然也拥有亚锦赛和多个公开赛冠军的头衔 但是与老运动员比起来 他在经验上还有不少的差距 这是他落选的主要原因 我其实是打到要赢了 或者是加分的时候我会紧张 就想着要赢了 然后就会想很多想法 就会说 哎呀 最后一个球 我是发短球好了 还是发高球好了 这方面我会开始犹豫 觉得这样也是很影响自己的 最后的那种比赛的结果 当时就觉得 他能不能够再坚持到08年 其实这个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 或者是很强的一种动力 他才能够再坚持到08年 我觉得对他来讲 可能是一种考验 他能不能坚持下来 一起训练 却不能一起参加奥运会 在送别林丹的时候 谢信芳只能把自己对奥运会的渴望 隐藏些